澎湖又发生游客跟在地人的行车纠纷 这次在地人拿起了铁棍 直接在路口跟游客互骂 不过警方货报到场的时候 双方都已经离开 也没有发生斗殴 但警方强调会掉越监视器进行裁罚 澎湖马公大马路口 两派人马怒气冲冲 沙士车驾驶还拿着铁棍跟游客舞杖 双方火气都不小朝着面红耳赤 情因跟行车纠纷有关 一次五名游客没有戴安全帽 又违规跨越双黄线违规左转等等 一路从东位骑到了白沙方向 来到正海路段时 跟沙士车司机直接大吵起来 由于澎湖之前才发生 旅客跟当地的暴力行车纠纷 这回双方在路口大吵 当地的沙士车驾驶还拿着铁棍 格外引发关注 所幸有人到场劝驾各自离去 并没有爆发肢体冲突 而警方强调 还是会沿途调阅监视器画面 先针对违规事项开罚 再厘清争端 避免探视上演 记者最后报道 避免探视上行转发行电影 以上